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意思 佛陀为什么反反复复地提到他 既然四大皆空 一切事物都是空患不实的 既不该执着 也不该留恋 到底怎么样获得这种智慧呢 金刚经说 可以从灭四象做起 怎么才能做到灭四象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小节金刚经的回答 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实验吧 你可以想象一下 哪一幅围棋 把黑子和白子随便地撒在了地上 然后你仔细去看 你会看到黑子和白子的挫杂 会形成一些奇妙的图案 可能是猪狗牛羊 可能是牛鬼蛇神 我们看世界 总会这样深度脑补的 你需要用力眨眨眼睛 换个姿势 再想一想 五蕴和六大的道理 你会突然发现 哪有什么猪狗牛羊 哪有什么牛鬼蛇神 只不过是一些散乱的围棋子嘛 从某个角度看到的猪 换一个角度 再和旁边的一些棋子关联起来 它就消失了 却多出来了一棵大树 好 现在 再请你想象一下 你自己站在一座广场上 你看到身边人头攒动 袭来嚷往 然后你用力眨眨眼睛 歪一下头 想想五蕴和六大的道理 在运气不静观的神通 你会发现广场哪有什么人 连你自己也没有 一切的一切只有地 水 火 风 空 石 六大基本元素而已 你把某一堆六大的聚合 看成自己 把另一堆六大的聚合 看成张三或李四 其实换个姿势再看一看 原先的轮廓消失了 新的轮廓又出现了 你自己也好 张三李四也好 都只像是围棋子 使你看到的猪狗牛羊 牛鬼蛇神之类的幻象 所有这些幻象 都是你脑补的产物 真实存在的 其实只是一个个散乱的围棋子 或者说 其实只是一个个基本元素而已 当你发现 你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其实只是幻象 人生的无穷的烦恼 马上就能解决一多半了 首先 你就没有烦恼 因为所谓烦恼 不可能独立存在 一定是某个人的烦恼才行 如果你这个人不存在 你的烦恼 当然是也不存在的 烦恼不存在 你造的恶业 必然少很多 烦恼和恶业 是高度相关的 我们因为有追名逐利的烦恼 经常不择手段 很有现的利益 必须是我的才行 是我的 就不能是别人的 我们因为有感情上的烦恼 经常会伤害 我们的爱人和情敌 配偶和孩子 必须是我的才行 是我的 就不能是别人的 古代有不少世俗的哲人 因此认为 私有志是万恶之源 只要消灭了私有志 人 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另一些哲人 更进一步 认为 即便消灭了私有志 也消灭不了人的私欲 而私欲才是万恶之源 怎么才能消灭私欲呢 存天理 灭人欲 当然也行 但佛陀的办法 才是真正釜底抽薪的办法 把我 他彻底消灭掉了 不但没有了我 连我和他人的区别 也消解掉了 疲斥不存 毛浆烟腹 烦恼和私欲 不用特地去克服 就已经没了着落 当你理解了这个道理 就可以来看 《金刚经》里边 特别让人费解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金刚经》通篇都是 佛陀和须菩提的问答 佛陀告诉须菩提说 一切生命 无论是孪生的 胎生的 失生的 化生的 总之只要是活的 我都能帮他们解脱成佛 但你要明白 我虽然解脱了 无数的生灵 其实 谁都没有得到解脱 须菩提很困惑 佛陀用一句话做解释 这里直接引用原文 若菩萨 由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极非菩萨 这段话 在《金刚经》里反复出现 你如果不明白 无我的道理 和这个道理引发的难题 那么这部经典 无论读多少遍 也读不懂 《金刚经》所谓 我相就是我执 也就是普通人 对自我的理解 《金刚经》要你做到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也就是你对自己 他人 众生 都不起分别心 对寿命的长短 也不起分别心 一言以蔽之 把大家都看成 散碎的六大和五云 《金刚经》说 只要你做到这些 就能解脱成佛了 佛陀 只是为了沟通的方便 又受制于语言的模糊性 才不得不借用 我 人 众生 受者 这些概念 你可以回忆一下 前边讲过的 《金刚经》的经典句式 佛说某某 极非某某 是明某某 一言以蔽之 这句话 是帮你 破除语言的幻象 和感官世界 呈现给你的 各种整体性 我相信很多人 现在都不难明白 这个道理 但为什么 还没能成佛呢 还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道理虽然明白了 可一旦在现实生活里 真的遇到挫折 比如被扣了工资 马上就会无名火起 第二 虽然明白了 破相的道理 但探索精神太强 把万事万物 不断分解到底 于是开始困惑 物理世界 到底有没有最小的 不可分割的 基本元素的存在 如果有的话 该怎么破它的相呢 好 我们来看第二小节 佛陀为什么 回避终极问题 上面第二个问题 关乎宇宙的终极问题 清康经 并没有给出 确切的答案 而问题 一旦从这个地方 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很多相关的问题 就会接踵而来 这些好奇心太重的人 难免会想 构成物质世界的 四种基本元素 即便受制于因果律 但作为一种 基本的物质单位 它们是不是 恒常不变的呢 从四大的概念本身来说 答案似乎 应该是肯定的 但这和无常理论 怎么统一呢 恒常不变 且不可分割的 基本元素 该怎么 成 四大皆空的空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宇宙 是不是恒常不变的呢 既然无我 那么谁在修行 谁在轮回 谁 会解脱呢 佛陀创立佛教的初期 有一个叫 摩罗揪摩罗的人 对佛陀不太满意 认为佛陀对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 总是避而不答 诸如世界 是不是永恒的 无限的 生命和身体 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人死后还存不存在 摩罗揪摩罗 越想越想不通 决定找佛陀 纠缠到底 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否则 自己就要退出僧团 佛陀在这样的 逼问之下 终于给出了一个 盖棺定论式的回答 意思是这样的 好比你被一只 致命的毒箭射中了 刻不容缓的事情 当然应该是保命 而不是去费心 调查射箭那个人 他的种族 身份 姓名 肤色 以及他那张弓的 各个部件的材质 和制作方式 就算搞清楚了 那些问题 对给你解毒救命 也不会有任何的益处 人生如此短促 赶紧修习佛法都来不及 别去胡思乱想 那些有的没的 佛陀的这个回答 就是著名的 独剑之鱼 而困扰 摩罗就摩罗的 那些关于宇宙 和人生的终极问题 就这样 被玄智不论了 玄智不论 在佛经里面 叫做无际 佛陀 既不是哲学家 也不是理论物理学家 他只关注 脱离苦海的修行 对宇宙的终极问题 不感兴趣 无际的问题 一共有十四个 合称 十四无际 佛陀念完之后 他的徒子徒孙 并没有听从劝告 非要去钻牛角尖 结果 真的给十四无际 找了不少答案 他们为什么 不肯听从佛陀的劝告呢 这倒不是说 弃士灭祖 他们实在是 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四法印当中的 诸心无常和诸法无我 就是所有苦衷里边 最让人头疼的两个 之所以最让人头疼 是因为 对无常和无我的分析 很难做到自圆其说 而想把这套理论的逻辑 理顺 没办法 必须先去解决掉 十四无际里边的 几个问题才行 这些终极的烧脑问题 毫不令人意外的 引发了五花八门的解释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还因此产生出不同的经典 和不同的宗派 甚至每当前沿科学 做出某种突破的时候 就会有人站出来 引经据点地说 当科学家千辛万苦 爬到山顶的时候 佛学大师早已在此 等候多时了 这并不稀奇 即便这项科学突破 哪天被颠覆了 那个颠覆性的结论 同样很有可能 在某部佛学经典里面 找到呼应 好 让我们最后复习一下 这一讲 我们学习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金刚经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在用 缘起信空的视角 来解答 无我这个老问题 努力破除语言的幻象 破除感官世界 呈现给我们的 各种整体性 归根结底 就是 破相两个字 好 依然是我们的思考题时间 请你想象一下 你已经在 无我的基础上 理解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的含义 这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坏人 把你的钱 全部抢走了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如果坏人 不仅抢走了你的钱 还砍断了你的手脚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你觉得 你应该做出 怎样的反应呢 欢迎在留言区 留下你的思考 下一讲 我来谈一谈 有我还是无我 忍辱先人的 千世今生